大家好,今天继续讲解日本汉方家大众简洁的议案 今天这个议案是冻伤 患者为36岁妇人,身体偏瘦,个子不高 结婚已十余年,一次也没有怀孕 其丈夫是有名的寿司店老板,非常忙 患者也经常在店里帮忙 其主宿是两手的冻伤 每年一到冬天就反复发作 用了多种办法防止 但未见效果 卖戏,手足粮,月经量少,大便一天一次 大众投意当归私逆加无助于生姜汤治疗 服药四天后,患处的发红肿胀减轻 服药十二天,患处残留了一些斑痕也痊愈了 对于苦于冻疮的患者 在每年的十月到十一月期间天气转寒前 服用三周左右的当归私逆加无助于生姜汤 多半可以防止冻疮的发生 即使发生也会是一个轻症的过程 另外呢 外用紫云膏图换处 也有助于冻疮的预防和治疗 当归私逆汤就是针对我们手指尖 手指还有脚指头 血液到达不到 血液循环不好的是特别有效的 再加上无助于加生姜 这里大众提的紫云膏要做的功课 应该这个在上海安金贵里面没有提过 刘吉他却打不上水